康仁問翔哥 其實你們沒有一起走嗎 沒有啦 他有他的劇組 這樣不好嗎 這樣不好 我希望你要走 我要走 我希望你是 我建立一個 喔 還好而已 吳康仁貼心 不跟少羽威走紅炭 華真寶寶陳怡柱 含則妹入圍 欸 我要新導演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要叫過來 吳康仁今年以斯卡羅 入圍金鐘獎 最佳男配角 他出席宮廣集團入圍記者會 整個侮辱導演們訪問 對不起 康仁非常喜歡 吳康仁的入圍人 我今年拍了一部導演戲 說他唱歌 我要分享什麼 你要跟誰走 自己走 沒有啦 我自己走 跟斯卡羅走 跟斯卡羅已經走 沒有 我希望他自己走 因為你要跟我們走 要五點就要到 這麼幾點 我希望你壓軸 我壓軸 我希望你是 我建立一個 吳吳吳吳 還好而已 那算了 那你還是跟我們走 我沒有穿得很隆重 像今天來 我以為只是來真的吃一點點心 因為我沒有參加過 公式茶會說實在 我只是想說來看看他而已 想說來看他那樣 他有問想喝 請你們有一起走嗎 沒有啦 他有他的劇組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了 很好啊 不要反面了 不要啦 那個 女生穿得漂漂亮亮 這樣還是自己走比較好 比較好看 比較容易聚焦 你這次的對手都很強 你說什麼 對手都很強 火神我看完了 茶巾我看完了 其實都還是有看 可是不會想說對手是誰 因為評審呢 是評審選又不是我選 其實我自己覺得很榮幸啦 就我是七屆可以參與一下 那曹導剛才也說了嘛 就我們跨過了火象劇 因為我是火象劇時代出身的原因 所以我感受特別多 剛好在十年前我也曾經 曾經有思考過 我會不會這一輩子就這樣 我記得我曾經在拍麻醉風暴的時候 在醫院門口跟黃建偉 就坐著聊天 因為那時候剛好不上不下 因為沒有拍過什麼其他的戲劇 會覺得我們是不是這一輩子就這樣 可是那時候好像聊到一個 聊到一個階段發現說 不會的 我們現在正在做一件對的事 那真的也沒有想到 後來會有職人劇的出現 然後後來會有類型劇的出現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 就是能夠在這個時代承接下去 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我希望繼續 不要拍太快啦 就像曹老師說的嘛 就不想說韓國人很好 可是他們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還是有自己的強項 只是就大家不要心急啦 把主導權慢慢的回歸到 創作者跟專業的人身上 他有很多人問說 把照片的顏色 對啊為什麼 沒有 permitted 沒有啊開玩笑 我們戲份很少 對 對 就是 我會看照照啊 謝謝 謝謝